王曼玉第一天就双重喜讯 冲冠路上是在天重要筹码 战胜孙颖莎不再是梦 本次WTT新加坡大满贯赛第一天 王曼玉又是第一个代表中国国平上场 并且打下开门红的那位运动员 但是这次你不得不说 面对印度选手阿库拉 王曼玉打的是非常艰难的3比2惊险英球 不过在之前这场胜利之后 王曼玉却也是迎来了两大重要的好消息 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战胜了印度的特殊打法的阿库拉 这肯定是第一个好消息 毕竟之前国平对他的研究确实不多 王曼玉以前在国际赛场都没跟他打过 但是这个阿库拉3比0赢过王一迪 就这种特殊打法你能赢他 那就是彻彻底底的 让自己的经验 让自己的课题 包括这个数据库当中更完善了一些 更主要的是接下来王曼玉还迎来了大好消息 就在他这个4分之3半区里出现了惊天大冷门 位居王曼玉之后 第二强的选手日本女队的一姐 早天西大是暴冷 一轮游回家 王曼玉是再也不用担心输在日本选手手上了 这个半区有三大日本王牌平野梅雨 早天西大和伊藤梅城 王曼玉不用怕伊藤 同时呢平野梅雨和早天西大正好在第一轮提前交手了 早天作为日本一姐给王曼玉带来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这次都看不见 曼玉就被打爆了 平野梅雨3比0淘汰早天西大呀 这次这个日本队的二姐平野 确实给王曼玉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喜剧 他把早天西大打回家 那王曼玉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平野和伊藤的这两个人打法 某种程度是被王曼玉的这个打法克制 因为曼玉身高必长 护台面积特别稳 所以说根本就不怕这两个小矮个子的日本选手 平野梅雨自己3比0横扫早天 却意味着他已经不可能再阻挡王曼玉前进的脚步了呀 所以我们要恭喜曼玉 这次是出现至少杀到四条半决赛问题不大了 而跨过最艰难的第一关之后 接下来呢只要能够在半决赛战胜很大概率杀上来的陈梦 那么进决赛也问题不大 如果能够这一路上是战胜日本队的王牌 战胜陈梦进决赛 并且最终战胜孙颖沙夺冠 那么王曼玉排名重回世界第二 也是在情理当中的 而且他的统治力也将会重新让教练组评估一下 把奥运单打的位置给他